我们只会一直在往前面重复列的 最重要的员工的福利 KPI 方面的话 让我们在同样时间发展事业的时候 也可以去照顾到我们的团队们 哈喽 Mr. Tan 你好 Mr. 你好 所以你对这两天Saint Mary的KPI工作有什么看法呢 有什么感想 这两天的Saint Mary的感想 因为刚刚我们真的是明白到一个团队的理由性 在哈喽 Mr. KPI 之间 基本上我们都好像一盘杀杀的感觉 就基本上 START也不知道他们要的前方目标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情况 像在经历过了这两天的一个TRAINING过务 我觉得我们的同事们他们也没更加清楚知道 公司接下来要发展的目标跟我们的愿景 最重要的是他们也很清楚知道 我们公司所成立的目标跟我们的目标 所以这些东西也让他们真的明白 就算连我们公司的名字都是有一个意义的 而不只是来做一份计划 而是希望他们可以为我们来开展的事业 那么Mr. Tan 你如果有中小型企业老板 你认为他们是不是应该实行KPI 没什么呢 在中小型老板上面的话 这个是应该被执行的东西 主要的是 其实在我们很多时候 我说当企业的时候 我们只会一直在往前面冲 我们忽略了最重要的员工的福利 从KPI 方面的话 他就会给我们一个怎么样去 让在同样时间发展事业的时候 也可以去照顾到我们的团队们 所以我是觉得 如果是中小型企业的老板的话 他们是应该尽快去执行这个 一个能够好的项目 Ok 好 谢谢你的Stan 所以我就祝你的Vision 能够尽快达到 尽快达到你的业绩 好的 谢谢你的Vision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